郭北京的郭州在要發解民眾的志願 今天是邀請郭院長公會幹部人員 站對郭來民眾所 準備推動民眾業務 討民法的政策來進行選舉 郭州表示 未來會將會發的劉庭 也會討論幾次頂頂的業務內容 全部公開在幫站町院 讓民眾可以隨時來查看了解 郭北京的郭來民眾所 是郭院長公會議立會發到 因為幾年以來 親自有業務上的政議 郭北京的郭州為了解釋現況 今天邀請郭院長公會的幹部政務 選舉未來的家庭政策 我們今天是邀請我們雲林縣的 殯葬公會的相關的業者 到我們這邊 我們要宣導我們虎尾的殯葬所 我們要推動殯葬業務相關的行政透明措施 我們預期就是要推動我們的鄰屋塔位 然後募葬位 還有火化時間 還有禮儀廳相關的使用設施 能夠讓民眾能夠在網路上查詢這些相關的資訊 那我們在今年度會陸續推動 預計大概是明年會完成 今天請他們來還有跟他們說明我們一些火化相關的流程 包括登記的流程有一些變革 請他們來跟我們對一些宣導跟說明 郭北京的所有人員表示 將來回來民眾所有的國學業務 將會利用網站進行公開透明話 消毒民眾的意義 讓送家可以安心辦理學習 其實我們一直都往這個公開透明的方向在推動 那主要是有一些民眾對我們的相關業務有一些質疑 有些質疑說為什麼我尋不到我要的火化時間 為什麼我要的塔位我找不到 那當我們會希望說把這個措施推行之後 能夠免除民眾的疑慮 因為最近其他地区有傳出消息費用的事件 在網站上都會公佈在網站上 不公佈的就是不用收 收費的部分我們原本就已經有公開在網路上 那都是很公開透明的 那等於說如果是網路上沒有公開這些費用 那本來就我們冰箱所就不會收的東西 郭北京的所有民眾 民眾所有的資訊都很公開後 民眾如果有需要可以就網站雜訊 以網站消息的資料來安排送出的進行 記者的意面為 蔡王博德 然後提到 我們會有什麼資訊 我們都可以說 我們都可以說 我們去 prospective一個資訊